8月30日一早,影儿阴霜包胎上了热搜,一开始看到这个话题,阿美看到还是挺猛的,影像中她不是早就生了吗?这是又怀上了,然而点进去后才发现并非如此,事情的企业还得从最近影儿和父亲博上的一个综艺说起。 在节目中,影儿和谢娜一起挑战高空绳索,结果影儿上去后,却一直发抖,不敢前进,最后还是在谢娜的鼓励下,影儿才坚持走到最后的关卡,但这一关卡的鸡血程度已超出她的承受范围,最后她选择退出挑战。 节目播出后,某些网友开始跑到影儿微博下,迪斯她玩不起,随后影儿发布解释,原来当时自己不咋动,却想起了怀孕第三个月时大出血。 影儿在常微博中透露,由于自己逞强,怀了孕还继续工作,导致了三个月时候大出血,险些失去孩子。 后来生下孩子后才知道,原来自己本来可以当双胞胎妈妈,却因为逞强失去了这个机会,回忆起往事,这让她心痛不已。 在文章最后,影儿还强调演员的不容易,自从因为失去当双胞胎妈妈的机会后,影儿便告诉自己,要努力,要勇敢,但不能逞强。 影儿在这番话引起不少宝妈的共鸣,纷纷留言,做妈妈太不容易,女子本弱,魏牧泽个,还有网友表示心疼,对比起隔夜的口吐女星,影儿实在太敬业了。 自了解,却明影儿怀孕的时候,正在拍摄叠战剧收缠,当时影儿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,但是已经进组了,如果临时退出的话,整个剧组的工作都得停下来。 于是影儿,影着头皮上,没想到还是没能留住这个孩子,可能有人会说影儿傻,明明知道怀孕了,为何要不请假,话可不能这么说,一人在进组之前,通常都会签订协议。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,影响了整个剧组的进度,这个钱要谁来赔呢?不过影儿当初拍的纠缠,最后还是坏脚了,因为后期影儿身体不行,实在无法完成拍摄。 说实话,阿美还是麻蛋童影儿的观点,有的时候确实没必要逞强,比如之前沙海里的张芒,也是因为高强度工作流产,据说那还是张芒在十七年以来第一她,本来高龄孕妇就比较危险,可张芒为了不拖累拍摄进度,也选择了隐瞒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沙海,里面张芒不少戏,都是在沙漠里完成,是想一个高龄孕妇在这样严峻的天气下坚持工作,这出事的几率可不是一般大,可完成拍摄后,张芒却因为戏份太多,被网友问狂的才有人质疑她整容,连还没消肿就跑出来演戏,翻看沙海的剧照。 不难看出当时张芒人确实有点准,可这绝不是什么整容没消肿,而是怀孕了,据说张芒流产后,只休息了一周,立马调整好状态,回到剧组继续工作。 当时张芒音拍戏,导致流产的新闻曝光后,大家也都蛮心疼小姐姐,大夸她够敬业,只可惜孩子还是没了,如果可以重来,阿美觉得张芒不一定会选择隐瞒怀孕一室,谁不想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呢? 除了影儿,张芒之外,谢娜前几天也因为生病,进医院上了热搜,根据工作室表述,当晚谢娜带病录完了快乐大本营,还一直咳嗽,最后实在不行了,还被送到医院,在病床上,谢娜还不忘搞笑自拍,可她真的快乐吗? 阿美觉得不,一直以来,谢娜的身体都不算好,虽然在圈内红破天际,可却因此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,每天都埋头于工作,当时谢娜生孩子的时候,更是没少遭罪,可不到半年,谢娜便付出,开始在各大综艺路面,可能有人会说,谢娜付出是为了圈钱,可在这个新人频出的娱乐圈,如果不早点出来, 你们还能记得她吗?别再说什么粉你一辈子,大家现在不都是以不止换一个男神吗? 况且当时芒果台有依捧别的新人,谢娜能在家里休息多久,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谢娜的身体,如果真的苦痛小感冒,怎么可能需要送到医院呢? 有些时候,女艺人真的挺无奈的,工作和身体到底要怎么选,如果是你,会怎么做呢?